谈点蜘蛛侠3里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 细节1 蜘蛛侠彼得帕克被毒液附身之后 就给大家展示了非常经典的毒液黑蜘蛛战衣 并且穿上这件战衣之后 蜘蛛侠的实力有了非常大的增强 再次面对反派杀人并与之战斗时 几乎全程碾压杀人 除了实力上的增强之外 战衣的外观也有了些许变化 比如之前蜘蛛战衣上蜘蛛标志的爪子是直的 而毒液黑蜘蛛战衣上蜘蛛标志的爪子是弯曲的 这样的标志显得更加的夸张和恐怖 好似一个反派 细节2 因为毒液的共生体特性 在附身彼得之后 放大了他内心阴暗的一面 使得善良的彼得黑化 而黑化后的彼得直接进到商店里 买了一件帅气的黑色西装 但是按照当时彼得的人物设定来看 他已经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怎么还有钱买一套西装呢 其实在彼得走进商店的这个镜头里 仔细看商店的大门上 正贴着大甩麦的标签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穷困潦倒的彼得买得起这一套西装 一节3 说到蜥蜴人 大家一般都会想到超凡蜘蛛侠一里的反态 其实在电影《蜘蛛侠3》里 也出现了蜥蜴人这个角色 在蜘蛛侠被毒液附身之后 拿了一些毒液的共生体样本 来找这个独臂的博士帮他观察研究 而这个博士就是蜘蛛侠的经典反派之一 蜥蜴人科的康纳斯博士 在后来他和彼得通话的这个镜头里 康纳斯博士身后出现了一个蜥蜴的标本 这个细节表明 康纳斯博士已经在对蜥蜴进行研究了 如果后来脱笔版蜘蛛侠继续推出续集 在他的这个故事宇宙里将会出现蜥蜴人这个反态 一节4 在电影中 彼得约了女友玛丽剑共进晚餐并打散求婚室 玛丽剑却因为彼得和格温接吻的事 生气地离开了餐厅 本来打算求婚的彼得非常失落 并将准备好的求婚戒指掏出擦室 在这个镜头里可以看到 彼得的右手上有一个伤疤 其实这个伤疤就是 赋予彼得超能力的蜘蛛药伤所留下的 一节5 在电影中 因为大楼被失控的塔吊损坏 导致正在工作的格温 面临着随时从高空掉落的威胁 而这是艾迪布洛克 和格温的父亲正在楼下看到了这一幕 格温的父亲询问艾迪 以及在后来的镜头里 彼得和艾迪真执蜘蛛侠照片的真假时 在这个镜头里可以看到 艾迪的桌子上放着格温的照片 这两个细节表明 其实艾迪是喜欢着格温的 可是却被彼得横刀躲爱 再加上艾迪也是因为彼得才丢了工作 新竹就恨家在一起 可见艾迪是多憎恨彼得